风云骤变 重重叠叠的帷幕后 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阿娜 千禧家国天下 是谁花言失色 红墙金瓦 鸡谋算尽 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 国宝档案 再续传奇 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 蒙古族准嘎尔部落的大营内 一场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 从京城来的使者言辞说道 嘎尔丹大汗 康熙皇帝责令你即刻退兵 并且将侵占的土地牛羊 通通归还给其他的部落 对于以前的事 康熙皇帝可以既往不救 宝座之上的嘎尔丹 不以为然 一副吃之以鼻的样子 原来嘎尔丹是蒙古族准嘎尔部落的首领 他非常强悍 在取得准嘎尔部落的大权之后 便开始疯狂向外扩张掠夺 他先将墨西蒙古征服 接着又进攻墨北蒙古 在嘎尔丹的铁骑之下 墨北蒙古被打得分崩离析 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到处逃难 墨北蒙古只能向清朝廷求援 请求保护 康熙皇帝一面安抚 救济逃难的灾民 一面派人前往嘎尔丹军营 与其谈判 要求嘎尔丹退兵 此时的嘎尔丹一路所向披靡 正野心勃勃 他自负地说道 如若不退兵又能如何 现在我有十万大军 有什么可怕的 狂妄的嘎尔丹自诩兵强马壮 公然与清朝廷决令 其实占领整个蒙古 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他要一直打到北京 夺取皇帝宝座 此时的京城内人心惶惶 拥有强大武装的嘎尔丹部队 战无不胜的神话 正在四处传扬 有的店铺甚至直接歇业 仿佛 噶尔丹部队马上就会攻入京城一样 面对危急的局面 康熙皇帝决定 亲征噶尔丹将其一举消灭 公元1690年 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北征 左路军由福远大将军福泉统领 出谷北口 右路军由安北大将军长宁率领 出席封口 左路清军率先与嘎尔丹交手 嘎尔丹部队训练有素 兵强马壮 清军惨败 不得不后撤 嘎尔丹乘胜继续发起猛攻 一直打到木兰围场附近 此时 嘎尔丹部队距离京城 只有350公里了 战事岌岌可危 八旗铁骑昼夜兼长 抵达木兰围场 康熙皇帝亲自部署 在木兰围场北部 设立12座连营 作为囤兵机梁之所 提供重要的后方保障 正当康熙皇帝 准备亲自率军 与嘎尔丹决一死战之时 康熙却不幸病倒了 他患上了严重的风寒 是战是退 大臣们一时都没了主意 病榻之上的康熙 回想起自己八岁登基 十四岁亲政 至秦敖拜 平定三番 统一台湾 多年来 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 康熙从来没有退却过 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康熙命人在木兰围场内的 波罗河屯行宫扎下大营 他在这里指挥八旗将士 八月一日 康熙下令决战 决战的地点 在木兰围场区域内的乌兰布通 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 南面是悬崖峭壁 北面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 盖尔丹部队在山林勾嵌中 以险要地势布阵于山上林内 盖尔丹决定实行罕见的驼城打法 他集结了一万多头骆驼围城圆阵 将骆驼的四脚绑住 卧于地面不能移动 在驼背上加装木箱 蒙上尸毛毡 部队兵士以骆驼为掩护 在骆驼与骆驼的缝隙间 以火枪射击 清兵十万大军隔阂布阵 列好火枪火炮阵势 战斗一开始 清军就集中火力攻击驼城 然而 盖尔丹部队占据山上有力地形 驼城位于树林内 位置隐蔽 清军搞不清楚目标的具体位置 炮火攻击不准确 杀伤力非常有限 康熙派出左右两翼骑兵 试图迂回包抄盖尔丹的侧后方 但是 右翼清军被河岸沼泽阻挡 只能返回原处 唯一希望落在了左翼方向 率领左翼清军的是 康熙皇帝的亲舅舅 童国刚 童国刚是一等功 向皇帝都统 他英勇无敌 亲率部队沿河攻击 一路猛冲 眼看着就要冲进对方阵线了 突然一发枪弹 直接击中童国刚的头部 童国刚当场身亡 血染沙场 将士们眼见童国刚将军 慢慢倒下 大家挥舞战刀 左右冲击 发誓要为将军报仇 最终 左翼先锋部队多次杀入敌阵 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 清军用大炮向驼城中段 猛烈攻击 驼镇被撕开了巨大的口子 正面的清军骑兵发起冲锋 双方展开激战 大战三天三夜 最终嘎尔丹部队溃败 他们丢盔卸甲 趁着夜色狼狈逃窜 乌兰不通一战打得相当惨烈 双方都伤亡惨重 康熙皇帝的舅舅 童国刚将军不幸阵亡 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记文 并且派诸皇子和多位大臣 为其送葬 乌兰不通战役中 噶尔丹部队大败 此时为了延缓清军的追击 狡猾的噶尔丹假装投降 派出使者向清军求和 康熙皇帝将怎样选择呢 噶尔丹派出使者再三表示 他们已经知道了清朝廷的厉害 还望康熙皇帝仁慈就此休战 康熙皇帝一眼识破了 噶尔丹的轨迹 他下令马上火速追击 将噶尔丹部队一举歼灭 然而就在清军等候康熙皇帝命令的时候 噶尔丹已经带着残兵败将 取到大兴安岭 一路逃回墨北 清朝廷失去了一次 彻底消灭噶尔丹的机会 噶尔丹回到墨北以后 招兵买马 重整旗鼓 很快卷土重来 康熙皇帝决定第二次亲征噶尔丹 他率十万大军兵分三路 合为噶尔丹 茫茫草原上 狡猾的噶尔丹采取火攻 熊熊大火使得西路军被迫绕路 同时东路军遭遇沼泽 也被迫绕道耽误了行程 康熙皇帝的中路军冲在前面 变成了孤军奋战 由于粮草供应不及时 再加上一连几天连绵的阴雨不断 中路军面临饥寒交迫的局面 将士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喝浑浊的河水 康熙皇帝一直与将士们一起同甘共苦 然而大家的士气还是受到了打击 兵营内流言四起 都觉得这一仗凶多吉少 隋军大臣也担心孤军深入 抑郁危险 打起了退堂鼓 请求康熙皇帝就此退兵 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 他下令凡有临阵脱逃者 就地正法 康熙还说 阵挂帅出征 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后退 如何杀敌 怎样向百姓交代 康熙皇帝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在昭末多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东南一带 清军与嘎尔丹部队相遇展开激战 康熙皇帝的龙旗迎风飘扬 清军的伏兵左右夹击英勇杀敌 噶尔丹部队被打得落荒而逃 清军乘胜追击三十余里 杀敌数千人 后来只残存少量人马的噶尔丹 在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中 走投无路 服毒自杀 康熙皇帝果断地两次御驾亲征 最终平定叛乱 意义十分重大 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维护了民族的和睦 清军在昭穆多大节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这个集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是康熙最宠爱的皇子 一岁就被立为太子 一生却经历了两立两废的波折 木兰围场更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皇太子应仍的什么表现 让康熙大发雷霆 据皇位一步之遥的他 为何会马施前提呢 《国宝档案》讲述皇太子应仍的故事 感谢观看